东北小伙崔赫成为了一位名人 原因无他 小伙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 独自一人在三个半月减掉了150多斤 几乎减掉了半个自己 近日记者在沈阳的一个减肥训练营 见到了进入塑形期的崔赫 了解了他减肥的全过程 早在2019年12月份开始 体重达340多斤的崔赫 为了身体健康和未来的爱情 而选择了沈阳一家减肥训练营 进行全面减肥 起初一切都进行顺利 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却打破了计划 训练营被迫停业 正规训练被迫停止 而崔赫选择了独自留守训练营 众所周知 减肥是一件并不简单的事情 对减肥者的毅力是一大考验 许多人之所以选择在训练营进行减肥 也是由于训练营的严格监管 能辅助人们完成减肥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崔赫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 竟独自减掉了150多斤 而对于自己能成功减肥 崔赫有自己的看望 在教练的生活当中 然后慢慢回想 然后在家人也跑步机 团圆机什么的 然后就慢慢自己练 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 以前的衣服穿不了了 现在能穿了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享受瘦的过程 身体慢慢也 包括体力各方面也都好了 除了令人敬佩的毅力 许多人也十分好奇 崔赫是依靠哪种运动 来完成减肥的 于是在现场 崔赫向记者展示了 这三个月以来 他认为最为有效 也是自己每天都要做的运动 这是我三个月当中 使用最多的减肥器械 它叫土耳仪 我感觉这个机器 它包含的程度比较高一点 最大的好处就是 比皮夹的器械 出关要多一点 然后还不伤膝盖 三个多月减掉150斤 对身体会有损伤吗 崔赫表示 仅他自己而言一切都好 此前的高血压 高血脂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身体机能也有不少提升 唯独瘦得太快 让这名年仅27岁的小伙子 面向看上去老了许多 而从训练营的专业人士看来 崔赫在三个多月减肥150斤 在这里属于正常 让他们惊讶的 还是崔赫独自完成了这150斤 因为崔赫这个吧 平时就是像我们营里 就是这么长时间 减这么多体重的人很多 但是那都是在有教练指导 独处 然后这种情况下 隐私控制的情况下 然后减下来的 但像崔赫这种 是我们当时惊讶什么的 三个月没人管他 自己一个人 能有这个毅力坚持下来 然后自己做饭 然后自己训练 所以这种毅力 是非常让我们紧张的 崔赫告诉记者 目前他已经大致完成了 预期的减肥目标 开始进入塑形期 在经过十余天的训练后 自己就可以结业回家了 如今 崔赫已经开始了 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在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后 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一份完美的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